现在外面的天气特别特别好 阿婷把空调关掉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现在充电效率 关了 然后一边气什么也关了 然后把房车的总电源也关了 然后这样就能完全的显示出 这个太阳能板的充电效率了 现在是今天来着12点 中午12点 现在的充电瓦数是408瓦 充电效率真的是高了非常非常多 以前最高的时候也只有278 现在是400多瓦 我是装了660的 660的太阳能 我刚才开着空调的话 感觉都耗不了啥的 以后咱们去西藏 碰到大型电的话 就可以直接开空调 好吗 今天成都实在是太热了 外面至少有367度 天气预报上面都显示367度 实际的肯定比这个温度还要高 所以阿婷现在只能带在房车里面 开着空调 现在正是下午3点钟 重庆跟我们这家那边比 至少也有一两个 一个多小时的时差 所以说现在外面太阳是非常强烈的 刚才咱们早上12点钟测的时候是400瓦出头 出头再冲 然后咱们现在测一下现在的充电瓦数 先把空调关了 空调关了 逆变器关了 然后把这个总电源关了 看一下现在的充电瓦数 现在是电器全部关闭了 下午3点钟 然后是345瓦 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就是跟阿婷说的 660瓦 你得冲到350瓦左右 就相对来说不错了 可能是早上的天气好一点吧 早上的紫外线强一点 能冲到400瓦出头 感觉如果到了西藏的话 西藏那边紫外线什么都特别好 应该能冲得更高吧 应该 所以到时候呢咱们就放心了 今天阿婷真的是在这车里面一天 啥都没干 真的 宅男 现在是成都六七点 太阳刚刚准备落山 凉快了一点 白天真的太热了今天 所以今天一整天都没出去 咱们现在到外面去跳个神 你所说的这个跳完神 跟小狗坐在这边看火电视 房车里面 那个C型房车带拖挂的老哥回来了 怎么去看他怎么倒车了 真的 差不多有十来米了 就是一辆小火车 看这个T型房车 然后后面拖了一辆拖挂 倒车是真的 感觉就是开了辆小火车 比上次那个拖挂的还夸张 上次拖挂的是一辆SUV 拖一辆七米的拖挂 然后这个是真的 一辆T型房车拖一辆大拖挂 真的是得看技术 这个是真的会玩 三个人 然后一辆T型加一个拖挂 三个人 一辆 三个人 拖挂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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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挂五十公分 拖挂五十公分 现在手动歇后面拖挂 然后手动推进去 停工压 再说点滚 再说点滚